我闺蜜女儿谈恋爱了 她跟她呢 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我就想分享给你们听 我闺蜜这个女儿呢 是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嘛 小姑娘肯定没经验 谁有经验对不 那甜的时候就很甜很甜了 吵架的时候 真的很内耗 谈了一段时间 小姑娘就说 哎呀我谈得很心累了 我也很沮丧了 因为她说 她真的是用心去谈这一次恋爱的 可是好像越厨 两个人吵架就越多 就有点没信心了 然后我闺蜜就跟她女儿说了什么呢 她这句话说的是 爱一个人是需要用心的 但是相处起来 你就一定要用脑啊 你没脑子你谈什么恋爱 你说她说这句话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很对 其实任何人际关系 真的都是需要 我们用脑子去相处的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账号的初衷 我希望能把我们了解到的 夫妻相处和情感问题分析的方法 技巧分享给你们 这样你们的方法储备多了 有能力找到问题的根结了 才能找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才能把问题解决掉 这样你用心的过日子 用脑的经营生活 才能真的幸福下去